又到了北斗七星 我们前面数字六还没有来得及解密完 那以后慢慢再生亡 这个北斗七星他的说法 他的奥秘也很多 我们首先说最基本的 就是天上北斗七星 北极星是前两个星星的延续五倍 西方叫大雄星座 这个北斗 北极星就是小雄星座 其中的一个 所以说这个中西 还是有很结合这样的地方 以及我们后来就演化说这个熊仙 就是拜北斗 很有意思 有没有寓意呢 他老长期这样定 他也会产生一种五星的能量 在作用于信的人身上 这个北斗 也可以说九星 但是有两个星不常见 所谓左腑右臂 看到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这个人长寿 其实至少是势力好 这个眼睛耳层不明 这个北斗他的这个来源真的是很难解释 但是呢有两个是脱不了的 一个是这个玉跟玉有关 所谓王者之气 王家一点 可能是玉稍微有点瑕疵 但是也是自然的一个产物 所以说很多都在描写这个玉 这个北斗七星里面 什么天树 天玄 玄机玉横嘛 就这些 包括摇光这个摇也跟玉有关 以及这些光 什么开阳 是吧 书 这个枢 也分别代表天地人 这个石 以及什么横秤 这些东西 我们有机会再慢慢深挖吧 这个真的是很难 因为上述谣点记载说是玄机横以其正 但是这个古人的这个 一些文人 甚至帝王 司马迁这种人物 都没有把它统一说 古人都不能解释古人 那可见是天传 你梦里可能缘分深的话 也许会告诉你 因为这个很多都会变了 像之女星再过一万年 就会成为所谓的现在的北极星的位置 然后 这个 就是北斗七星的头尾两颗星 它的运动方向跟其他五颗 是相反的 所以说原来这个北极星 越远越大 大到一定程度 也就没法连来一起了 这个七这个数字呢 我们数字七的系列都讲过了 不想再多说了 就代表着一个周期 这个七年呢 你去发现自己的人生轨迹 因为 天干地支 这个七 这干之丽 这个七年一定是一个天克地充的年 所以说这一年 在七年前一定有一个反向的变化 以及六摇挂 风气则变 到了第七摇 就一定是回到前面的第一摇 这个七的周期也是女性的 而且七它是一个成熟的数 第二摇火天气成熟 你看刚好又是九星 七个险两个阴 在地下就算是阴吧 男人是八嘛 七二加上五 这是一个乘数 七七四十九啊 这个就是更是女性 这个年龄之中的一个也是讲的 虚无窝链 就人体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最终的点 你说九星天有九星 那地有九宫 哦 感谢观看